今天在伴著話 中南國小是第五的 我們補咖啡紀錄了多久? 今年要第八年了 沒說做咖啡哪三件事做好就... 哦! 那個要報名來上課才會知道 適當報名 有光夫啦 要有方法 要怎麼入門 入門其實咖啡最簡單的最重要就是三件事情 剛剛講的三個事情 真的要講出來就對了 講完之後也要實做 有三件事 時間、溫度跟研磨 沖煮的時間、沖煮的溫度 還有研磨的粗氣 就是研磨磨豆器的粗氣大小 這三件事情決定這咖啡的風味 那當然當中就是要練習啊 然後做啊、喝啊、聽飲啊 它就會進步 烘焙就是我們這邊烘好 對,我是烘豆師 那我在店裡面擔任烘豆師的角色 就是從烘焙在二樓烘豆 那我們店裡面還有一個杯測師 杯測師是杯測、銀館、top-in 那都沒有問題之後 咖啡豆才會配送到我們的吧台 然後到台灣各地、到國外 那我們的咖啡師 我們店裡面有兩位 他會做沖煮 這樣跟客人 平常消費大概價格怎麼樣 價格大概都在100塊錢到300塊之間 嗯 應該算是平價的 你開在巷子裡還能夠 嗯 還能夠有經營八年不知道嗎 疫情有沒有影響 疫情的影響 其實疫情應該這樣說 對宜蘭的各行各業衝擊都很大 可是對我們來講好像沒有那麼明顯 說實在沒那麼明顯 就是因為大都市大家都不敢在大都市聚集嘛 就跑來宜蘭 所以其實宜蘭的 嗯 不一定不好 有時候反而是人變得更多 對啊 但是當然就是我們要做好更多的防疫啊 您的客戶群是 觀光客居多 還是女生比較多 女生比較多嗎 對 你比較帥 哈哈哈哈 我們咖啡室也是女孩子啊 哈哈 咖啡室也是女孩子啊 你來購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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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點 好